Namot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 Sambundas 礼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尊者 今天让我们继续讲解这个 学佛一路上的好处 我们直接说过 学佛就像爬山就像爬梯子 一步一步的走 还没有到终点 我们一路上都会得到许多的法的利益 比如说放下 活在当下 五界的宝藏 我们对生命的现象 更能够把握 情商 还有生活正念等等 都会带给我们生活的品质的提升 我们也说到能够体会定的力量 特别是传定的力量 给我们内心充电 至少可以知道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快乐 就是泛天的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是阴上是好的 果上也肯定是好的 所以这是很棒的 而且我们也说到这个定 能够让我们开发智慧 看到真相 好 那到底我们要看到什么真相呢 常常我们听人家说 我们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要寻找自己 以前他有一些歌说 我到哪里去才能够找到自己 其实到底要找自己 要寻找生命 怎么找呢 其实佛法里面是有答案的 那我们通过你要了解生命的意义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答不了的 除非我们知道生命是什么 所以首先我们当然先要知道生命是什么 你要找自己 至少你问自己在哪里 什么才叫做自己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 那明白了这个生命的现象 你还要明白他的来龙去脉 怎么来怎么去 那时呢 我们对生命才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世界观 和生命观 好 这个生命观 好 其中一个大家都常听闻的 就是轮回因果 对吧 好 轮回跟因果 好 那大家听闻的时候 它是一种怎么样的智慧 其实比较属于知识 但是我们在佛教里面 叫做 Sutamayabanya 闻所成会 你听 其实也还没成为你的 只是听知识而已 那当你开始用心去思考 有吗 有因果吗 有轮回吗 能量 世间的能量 会不会消失 它消失 它从一个形态 一种能量 变成了一种能量的时候 它又有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好像能量都不消失的 那我们的生命消失吗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然后这个通过这种思考 我们可能来判断 生命应该死后不会就这样子消失 它也是用能量 它应该会延续下去 这个通过思考 你猜想 猜想是有轮回的 应该看起来好像样样东西 物质世界 科学世界都有因果 那精神领域应该也有因果吧 所以这种猜想 它产生的就是思索成慧 精大麻辉奔扬 那个对这个理解 轮回啊 因果 对 更深一层 更巩固 但这其实是不够的 还是很脆弱的 还是有着 很多信仰的成分 那佛教 不是叫我们信仰的 佛陀是给了 我们整套方法 要我们的一种 达到真正的信心的巩固 那种信心的巩固 实在是戒定慧 由定而升起的那个慧 就是用智慧之光 通过定力的力量 去照见真相的那个慧 照见什么真相 照见我们这个生命的真相 轮回的真相 因果的真相 这种慧叫做 Bavana Maya Banya 禅所成慧 好 如果比这三种呢 文所成慧 就好像书本一样 思索成慧 带来的就是一种想象 也就是 你就搞书本告诉你 这个迷宫是怎么样的 那你就通过你自己的心理的构想 转左转右 然后就构想出一个图案出来 那个就是 就好比是我们的思索成慧了 那思索成慧是怎么样呢 是直接在迷宫上看迷宫 就完全看个一目了然 哪里有卡住 哪里有什么 一样 就像你亲自到现场 亲自看到一个真相 跟你在书本上一个描绘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叫做禅所成慧 禅所成慧呢 它有一种单纯的力量 它有一种巩固的信心 不再是信仰 而是因为你看到了 你确定了 你有信心 轮回 我们需要这样子确定 达到这样的智慧 因果 我们需要达到这种智慧 缘起法则 我们需要达到这种智慧 因为只有达到这种智慧 才能够排除我们思想的极限 和思想的矛盾 他们需要达到这种智慧